同学们好,我们看第23章,政府会计的题目 第一节,政府会计概述 内容涉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的适用范围 政府会计核算模式 政府会计要素及其确认和计量 政府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我们看一下单选题的一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确立了双功能,双基础 双报告的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其中双报告指的是 A,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B,绩效报告和预算报告 C,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D,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 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我们不叫预算报告财务报告 预算会计这边是最终决算 但是决算报告 它是以预算会计为基础形成的 它体现的是一种收复实现 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是以财务会计的数据来生成的 那这些案全都发生了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 我们看单选题的第二个 关于政府会计核算的表处中 不正确的是 A,政府会计应当实现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双重功能 这个没问题啊 双功能指的是财务会计预算会计 B,财务会计核算实行 全则发生制 预算会计核算实行收复实现制 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期规定 这也没有问题 一个是收复实现 一个全刀发生制 C,单位对于现金收支业务 在采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 应当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那这个不正确 不是说所有现金收支 要同时进行财务会计算会计核算 是对单位纳入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那你要同时进行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核算 有的现金的收支 没有纳入到预算管理 那就不算数 比如说像应交财政款 那这就不算 D,财务会计要素包括 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 预算会计要素包括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 这没问题 那C是正确的 我们看多选题的第二个 下列项目中属于政府财务会计要素的有 那财务会计要素 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 这是财务会计要素 A,预算结余 那是属于预算会计要素 B,净资产 这是财务会计要素 那支出 我们财务会计不叫支出 叫费用 那预算会计是预算支出 那D呢,负债 这没问题 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 所以B和D是正确的 再看多选题三 下列各项中属于政府负债 计量属性的有 那负债的计量属性 我们就是说历史成本限制供应价值 那A历史成本没问题 B限制C供应价值 不涉及名义进行 所以这个A,B,C正确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一 平行记账的基本规则是 行政事业单位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在采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应当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对于其他业务仅需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这个没问题 这就是平行记账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 那你这个要财务会计核算 预算会计都要核算 其他的只是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所以是对的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第四个 预算结余 是政府会计主体预算年度内 预算收入扣除预算支出后的资金余额 那还包括有历年滚存的 所以这个不正确 历年滚存的资金余额也要算在内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第五个 政府资产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 历史成本重制成本 限制供应价值名义几个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们政府会计里面 不会涉及到有可变现净值的问题 所以这是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 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核算 内容涉及政府单位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 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预算截转结余及分配业务 净资产业务 资产业务 负债业务 受托代理业务 PPP项目合同 还有部门或单位的合并财务报表 那接下来我们看单选的第三个题目 说关于财政直接支付业务 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事 直接支付 还有授权支付 那两者的一些差别我们要清楚 A 收到代理银行盖章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 是根据通知书所列数额进行会计处理 那直接支付呢不是说 你是直接支付到账通知书 那这是属于财政授权支付的情况 那就不正确呗 B 应设置零余额账户运款额度 零余额账户运款额度 也是属于授权支付的情形 不是直接支付 C 对财政应反抗额度 下年度收到财政部门批付 财政直接支付额度时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不是 直接支付的 不是说你收到批付的财政直接支付额度 是等到这个额度下一年支用时 才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授权支付 那你收到批付 有这种额度了就进行会计处理 两者不一样 D 应当在进行预算会计核算的同时 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这是对的 那肯定 他一定是纳入到部门预算管理的嘛 要同时进行财务会计算会计核算 D 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 呃 单元提的令 关于捐赠 指的预算这一块 呃 捐赠收入 如果预算呢 就是属于捐赠预算收入 说关于捐赠收入之处 下列表处中错误的事 是哪个错误 A 单位取得捐赠的货币资金 按规定应当上交财政的 那参照呢 按照应交财政款科目 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预算会计不做处理 应交财政款这一部分 那我们就是预算会计不做处理了 没问题 这是正确的 B呢 单位按规定向其付出单位以外的 其他单位 分配受赠的货币资金 应当按照其他费用 或者支出科目相关规定处理 那这也是正确的 C 单位接受捐赠人 委托转赠的资产 应当同时进行财务会计和预算 那这个不行 因为这种转赠的 你只是进行财务会计和算 没有纳入到部门的预算管理 所以他的表述错误 D 单位对外捐赠现金资产的 按照实际捐赠的金额 在预算会计中 那借记 其他支出 预算跟就其他支出吗 这也是没问题 所以正确的是C 那接下来我们看单选题的8 21年1月 某事业单位启动一项科研项目 当年收到上级主管部门拨付的 非财政专项资金2000万 为该项目发生事业支出1980 那21年12月 项目结项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该项目的节育资金 留归事业单位使用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年末呢 该事业单位已经转入 非财政拨款 结育科研项目的金额是多少 那就说 你一共是2000 1980用掉 那剩下的20倍 那转到非财政拨款 结育 所以A是对的 我们看单选题9 21年9月10 某事业单位 报经批准对外转让 一台闲置大型设备 取得转让收入10万 那该设备账面余额20万 以提折旧14万 假设呢 不考虑相关税费 转让净收让有关规定 要执行收支两销线管理 那该事业单位 下列会计处理中错误的事 A呢 将转销设备账面价值 寄入资产处置费 这个是正确的 您处置吗 转到资产处置费 B呢 将转销设备账面价值 寄入其他支出 要寄入资产处置费 不是其他支出 支出呢 属于预算会计的事情 我们这个呢 因为转让收入上交财政 只是进行财务科技核算 不涉及预算会计核算的事情 那司机呢 按照收支两条线 将处置收入扣除 相关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的处置净收益上交财政 那这是对的 D呢 将取得 转让收入 寄入应交财政款 往上上交财政 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 如果要进行账务处理 那把固定资产累积 折旧固定资产 转到资产处置费 那你取得收入十万 借银行存款 代方应交财政款十万 实际上交财政时 借银行存款 代银行存款十万 那再看单选的第十一 对于出售 出让转让资产 通常情况下单位 应当将被处置资产 账面价值转销 记录上 我们前面看到资产处置费用 所以A单位管理费用 这不行 B资产处置费用是对的 至于业务活动费用 第十页支出 这是一些资产处置费 共性的问题 转到资产处置费用 B是正确 那我们看单选题的十三 说关于PPPP项目 合同的确认和计量 下列表述中错误的是 A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形成的 PPPP项目资产 政府方应当在资产验收 合格交付使用时 按照确定的成本 说包括呢 该项资产的 自建造开始 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前 所发生的 全部必要支出 这是说确定的成本 那我们借记 PPP项目资产 代方是 PPP项目净资产 这是对的 就这个同时要反映 PPP项目资产 以及PPP项目净资产 那我们再看B 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 形成的PPP项目资产 那政府方应当在 PPP项目开始运营日 按照该项资产的评估价值 那市交进行评估 这也是对的 那借方借记 PPP项目资产 这个科目 代方是PPP项目净资产科目 我们再看C PPP项目合同终止时 政府方无需对上位 充减完的PPP项目净资产 账为余额进行账目处理 那你已经终止了 我们要把PPP项目净资产 的余额呢 进行截转 我们要把它转到了 淫娱里去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再看D PPP项目合同终止时 说PPP项目资产 规定移交至政府方的 那政府方应当根据 PPP项目资产的 性质和用途 将其重分类为 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 那这是没问题 所以正确的就是C 我们看一下多选题的6 某事业单位21年度 收到财政部门批复的 20年年末未下达 零余额账风云款 额度500万 那下列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那你这个财务会计 预算会计都要进行会计处理 在财务会计部分 应该是借记零余额 账风云款额度 代方的财政应返还额度 所以这个呢 这是财务会计要做500万 同时预算会计也要做 那你借方呢 是资金结存 零余额账风云款额度 代方是资金结存 财政应返还额度 所以AB要选上 那都是正确的 预算会计 财务会计都要做分类 那再看多选题的8 关于事业单位 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A 事业单位收到 取得股权投资时 实际支付价款中包含的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现金鼓励 那在财务会计中的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 那代际应收股利 就原来你是 还在反映在应收股利里 实际收到了 那财务会计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股利 同时在预算会计中 那借方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因为预算会计是资金结存 现在自己的资金货币资金 代方投资支出没问题 因为原来啊 预算会计取得投资时 已经把所有支出的 都放到投资支出里去了 那现在呢 我们鼓励收到了 充减投资支出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币 说事业单位 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 置换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成本按照投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 那这个不行 应该是你评估的 不是账面 然后加上支付的补价 或简直收到的补价 而加上呢 换入长期股权投资发生的 其他限位置出确定 那这个不正确 因为要认评估值 C 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 通常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事业单位无法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且无权参与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经营政策的决策的 那采用成本法核算 这个跟企业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都是采用权益法核算 那你什么控制的重大影响都是权益法核算 没有达到控制重大影响 那这种情况 参属于成本法 那D 事业单位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当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获利润时 那事业单位 应该按照享有的份额 借应收股利 带长期股权投资去调涨 那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ACD正确 那我们看 多选题的9 关于预算截转截余及分配业务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9 A 单位财政拨款截转截余 参与事业单位的截余分配 那这不行啊 财政的钱跟非财政的钱有严格区分 那财政的这个钱不会参与事业单位及预算配 我们再看B 事业单位应当在预算会计中设置 财政拨款截转科目 核算滚存的财政拨款截转资金 那这个没问题 这是对的 那我们再看C 非财政拨款截转资金 是指事业单位除财政拨款收支 经营收支以外的各非同级财政拨款专项资金收入 与其相关支出相比后 剩余滚存的 需要规定用途使用的截转资金 这是关于非财政拨款截转资金的概念 也没问题 那D 财政拨款截转 指单位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途的 非同级财政拨款截转资金 那这属于非财政拨款截转资金 不是财政 所以D 不正确 BC正确 那下面我们看多选题13 下列项目中 应纳入部门单位合并财务报表的有 A 部门单位所属的 未纳入部门 预决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要纳入它的范围 那因为 如果要牵扯企业不行 说部门单位所属的 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 执行企业类会计准则制度的 也是事业单位 这可以 C呢 是部门或单位所属企业 这个不要纳入和平范围 D呢 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 这也不纳入和平范围 那我们纳入到和平范围的 这里面就A和B 要关注这一块 说哪些不纳入 那除前面所谈到的 比如还有部门 单位财务部门规定要单独建账核算的主体 那么工会经费等 那这些也不纳入 还有挂靠部门单位没有财政预算部分关系的 那这些也不纳入 我们看判断题的 10 事业单位 应当在预算会计中设置 经营结余可目 核算单位本年度 经营活动收支相抵后余额 弥补以前年度经营亏损后的余额 那期末应转入非财政拨款 结余分配 那经营结余我们要注意的 代方余额转 但是借方余额是不转 这是错的 我们再看第11 事业单位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 财务和经营政策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 这个是应该权益法核算 你没有控制重大影响的 就是说你不能决定 也不能参与的 那才处于成本法 所以这是错的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15 公共基础设施的各部分 具有不同使用年限 或者以不同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 且可以分别确定各自原价的 那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分 确认为该类公共基础设施的 一个单项公共基础设施 这是可以的 所以这是对的 然后这一章题目就到这里 我们看第24章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的题目 那第一节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概述 那这一节涉及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概念特征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概念特点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 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要素 民间非盈利组织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 我们看单选题一 下列项目中 不属于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要素的事 那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要素是资产负债净资产 收入费用 那我们看A资产 这是它的会计要素 B所有者权益不是 所以这个B 它就净资产 因为它不涉及到说 所有者还有什么分鼓励这个事情 说对竞产有什么要求权 不是这个概念 那C呢 费用 D收入 这都没问题 我们再看单选题五 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财务报表不包括 它没有利润表 所以A利润表 它就不包括 它有资产负债表 那B呢 说资产负债表 C业务活动表 这也有 D现金流量表 也是存在 那这个A是正确的 多选题一 关于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有 哪个是正确 A 以收复实现值为会计核算基础 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是全所发生的 不是收复实现值 那B在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基础 那有的一些地方要用公允价值计量 比如涉及到捐赠 那你这种情况有的叫反映一个公允 所以这个 没问题 说法是正确的 C反映业务活动情况的会计要素 包括收入支出 那不是收入支出 支出根本不是属于全罗发生制的概念 因为要是费用 那D 以全罗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 那这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呢 B和D正确 再看下面的判断题一 民间非盈利组织资源提供者 向该组织投入资源 不取得经济汇报 那这个是他的概念 所以呢 就不能叫所有者权益 这是对的 那第二节 民间非盈利组织特定业务的核算 涉及受托带领业务 捐赠收入 业务活动成本 还有净资产 那我们看单选题四 21年12月10日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按照与仪企业签订的一份捐赠协议 向仪企业指定的一所贫困小学 捐赠电脑100台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受到仪企业捐赠的电脑时 进行的下列会计处理中 错误的事 就是我们看 这个是哪个是错误 A 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B 确认受托代理资产 那这本身就是一种代理的 受托代理的概念 所以这个没问题 然后C 按照仪企业提供的 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说与公允价值相近 作为托帐价值 那你有标明的 跟公允价值相近 那就是按照这个 进行托帐 也没问题 D呢 确认固定资产 那这个确认固定资产是不对的 不能确认固定资产 所以这个D是正确的选项 我们再看多选题的第二个 如果甲企业 21年3月20日承诺捐赠给 移民办学校50万元 用于购买图书 那移民办学校 于5月20日收到这笔捐款 那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移民办学校于21年3月20日 确认捐资收入 那捐赠承诺 这个不要确认收入 所以这个A就不对 B 移民办学校于21年5月20日 确认捐赠收入 因为现在你收到这笔捐款了 他就可以确认捐赠收入 没问题 C捐赠收入属于非交换的交易收入 不是交换就得到捐赠 那当然这也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D 说这笔捐赠收入属于非限定性收入 这个不是啊 它有限定性用途 说要求用于购买图书的 它属于限定性收入 所以这个B C是对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多选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多选题4 21年12月20日 假民间非议令组织 按照与一企业签订的一份捐赠协议 向一企业指定的一所贫困小学捐赠桌椅是50套 那假民间非议组织收到一企业捐赠的桌椅是进行的下列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那一呢 确认固定资产 那这个肯定不是 它呢 是属于一个受托代理的概念 就体格中介 所以B呢 确认受托代理资产 那C确认捐赠收入 D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那他要确认受托代理资产和受托代理负债 这个不是捐赠 这得起一个中介 把别人给他的东西转给 呃 别人 转给另外一方 受托代理 所以这个B和D是正确 那我们再看多选题的五 21年11月2日 假民办学校获得一笔200万元的政府补助收入 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那该补助呢 在21年12月10号 按拨款部门规定资助给了贫困学生 对于该事项的核算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有 A 该笔收入属于限定性收入 因为就是资助贫困学生的 当然属于限定性收入 这没问题 B呢 该笔收入属于交换交易收入 没有什么交换 这政府给的 C 该笔收入 在12月10日转为 非限定性收入 因为21年12月10 按拨款部门的规定 已经资助给了贫困学生 已经完成了 限定性条件解除 所以就把它转到非限定性收入 开始取得这是限定性的 我们转到非限定性收入 这也没问题 那D呢 该笔收入在12月31日 应该转入限定性经负产 那就不是了 已经完成了 那就是非限定性收入 当然要转到 非限定性经负产中 所以这A和C 是正确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多选题的8 关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受托代理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 如果受托代理资产为现金 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作为受托代理资产的入账价值 那现金那就是借金银行存款 打到账户的就银行存款 实际收到的 这个没问题 是对的 那我们看B 如果受托代理资产为存货 且委托方提供了有关凭据 无论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供应价值 是否有较大差别 都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作为主张价值 那这种情况受托代理并不是 就如果说 供允价值跟凭据标明 几额相差不大 那你按照凭据来没问题 相差较大的应该要反映供允价值 这个不行 那我们再看C 如果受托代理资产为固定资产 委托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 那受托代理资产应当按照 委托方账面价值作为主张价值 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 按照供允价值主张 不是账面价值 D 受托代理非现金资产 如果委托方没有提供凭据 那受托代理资产应当按照 其供允价值作为主张价值 所以这是对的 那A和D正确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4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 应当对净资产进行充分类 将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这个没问题 就说你限定解除了 就变成非限定性净资产 这是对的 我们再看判断题的8 劳务捐赠是捐赠的一种 即捐赠人自愿的向受赠人 无偿提供劳务 那民间非营利组织 对于其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 但应当在报表付诸中 做相关披露 劳务捐赠是不确认的 要进行披露 是对的 还有捐赠承诺 说签协议事务 也不要进行确认净资产 那我们看判断题9 民间非营利组织 对其受托代理的非限定资产 如果资产平均上标明的金额 与其供允价值相差较大 应按一元入账 这个不行 按照公允价值入章 所以这是错的 那这张题目就到这了 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把习题班内容给大家 都介绍完了 其实大家在学习习题班课程时 你可以自己先练 那如果说已经做的都对了 就可以不用听 如果哪个有问题 你要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祝大家精踪过关 谢谢